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徐其万要求市政府要重视农民的困境 帮助农民度过难关 近期随着农委会与经济部宣布停满 桃园市政府也开始受理登记修根 不过未在航空城内的农地 是否能领取补助却引发争议 对此桃园市议员朱真瑶特别召开记者会 并呼吁市府要妥善运用修根补助 目前航空城的大概范围在2700多公顷左右 大概有1500公顷是被财团所谓的投资客买走 我们希望 为什么讲国难财呢 就是希望说这些东西可以用在刀口上 再次的严重的慎重的提醒市府 以及操办的这些所谓的承办人员 一整个一条龙的人 让他们清楚知道 我们要补助的是农民以及实作耕作者 并不是土力投资客 因为航空城增作土地 都还没有购物还是我们的农地 我们还继续在耕作 所以希望政府还是要给我们填冠这些措施 每年一起做的时候 大园区的地主经常会将土地借给农民耕作 并在二期做时向桃园市政府申请修根补助 不过这次因为受庭管影响 桃园市议员徐奇万也判市府 透过实际补助农民 借此达到双赢的局面 今天的这个补助可以真正的是落实 照顾我们的农民朋友 照顾农民朋友 就比照过去的第一期由农民来领 因为毕竟来讲 他们要领这个田冠补助 还是要翻更 还是要翻更 他一甲地的翻更费用 大概8000到8500 还是要翻更 那在翻更的时候 就是是不是有这样的机会 第一期还是给 政策有在耕作的农民朋友来 他们来领 那第二期 那要停整个修根的时候 农民朋友把所有土地翻更好 再交给地主 今年因为受到停冠政策的影响 航空城范围内的农地 也纷纷提出修根申请 而对于实际耕作的农民来说 一期不仅无法耕作 同时还领不到补助 对此十一元朱真瑶 徐其万要求市府重视农民困境 借此要帮助农民渡过难关 记得我们军团报道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桃园市巴德曲公所 为了维持传统的书法文化艺术 特别邀请桃园市巴德艺文协会 以及书法名家许瑞龙老师 现场辉豪 提供1000份的各式春联 期望新的一年充满新希望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许多民众纷纷在住家门口挂起春联 而桃园市巴德曲公所 为了推广传统书法文化艺术 因此特别邀请巴德艺文协会 以及书法名家许瑞龙老师到场辉豪 并提供以前份的各式春联 期望要让新的一年充满新希望 今天我们巴德曲公所 同时在大南的巴德社福馆 以及巴德的巴德曲公所 两地同时举办 扭转乾坤迎新春写春年的活动 在巴德的大 曲公所这边是由 义文协会的陈灾安理事长 带领他们协会的书法大师 至于在大南的社福馆 则是由许瑞龙老师 带领他们的书法大师 那两地都是书法大师 同时开写 我们也期待举办这样的活动 来借由扭转乾坤迎新春的一个氛围 来希望在新的一年 我们所有巴德屈民 每个人都能够迎向新春 好运旺旺来 中家北建有线电视 为了陪伴10名朋友 迎接扭转乾坤的新年 因此特别在现场摆设棉花糖机 不仅要让民众吃得嘴巴甜蜜蜜 同时还有举办猜谜送好礼的活动 期望要让民众在欣赏书法 以及领春联之余还能玩得尽兴 扭转乾坤迎新挥豪活动 因为天气很冷 所以我们特别准备了暖暖包 发放给现场的民众 同时我们也准备了棉花糖机 让所有的来到这边的民众 也可以吃甜的 然后拿暖暖包 相信大家会度过一个很好的 春节前的活动 桃圆市八德区公所 透过在年节前夕 邀请书法大师现场辉好创意春联 不仅要增添节日的喜气 与此同时 最接地气的中家北建有线电视 也特别深入地方社区 并发送暖暖包与民众乐情互动 期望要在寒冬之中 温暖民众的生活 记者我做军团报道 您有听过语言平权吗 南侃儿童艺术村为了落实语言平权 让民众认识艺术村的前世今生 特别举办一同走过滑台双语长社展 透过跟闽南语专家合作 设置滑台双语简介 期望要落实语言平权 走进卢族区的南侃儿童艺术村 各式各样的展览 总是让民众玩得不一乐乎 而这次南侃儿童艺术村 为了让民众认识艺术村的前世今生 因此特别举办一同走过滑台双语长社展 介绍让民众了解艺术村的历史 这一次儿童艺术村展出的是叫艺术走过 它是讲述我们南侃儿童艺术村 它的前世今生 包括以前它是北区儿童之家 然后现在它已经正式对外开放 让大家可以来这里游想 玩想认识古迹 那透过这一档展其实我们希望大家来到这边 到我们院长故事屋 就是以前的院长宿舍 它是可以来做一个认识以前 然后跟看到我们现在的一些成果 这次南侃儿童艺术村举办的一同走过滑台双语长社展 除了有介绍南侃儿童艺术村从北区儿童之家 转变为儿童艺术村的历史 另外艺术村还特别跟民南语专家合作 并设置滑台双语简介 期望要落实语言平权 其中这一档展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做滑台双语的一个展示 有文字跟语音导演系统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是因为这几年其实我们都很强调语言的友善环境 所以来到我们这一个展览 你可以透过扫QR Code跟阅读文字的方式来认识台语的呈现 比如说我们在汉罗上面的运用是怎么样 然后听到语音系统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一句话在台语是怎么运用怎么念的 园区的其他的展示牌其实今年也有都运用了双语的这个部分 你可以透过扫QR Code来闯关 然后扫QR Code可以听到华语的语音台语的语音 南侃儿童艺术村透过在园区内的看板设置双语简介QR Code 不仅要让民众选择自己喜欢的语言来逛展览 同时也落实语言平权 欢迎民众于1月16号来到南侃儿童艺术村 拿起手机扫描QR Code 一起认识移书村的前世今生 记者我们知情台报道 过去因为不景气的关系 让邱昆琳开始有了培养第二专长的想法 不仅利用自己的木工专长 打造专属小朋友的玩具之外 同时还当起高炳师傅 传承难得的手艺 为自己开创不同的人生道路 来到邱昆琦的工作室 会发现摆满着各式各样的木工玩具 而这全部都是为了他的儿子彬彬所打造的 不仅如此邱昆琦运用自己的木工知识 持续推广幼儿园木工区的建制 把握陪伴小孩成长的珍贵时光 就一个原因是因为想说自己亲手做玩具给自己的小孩玩 就觉得多了一种父亲的温度 然后再来是就是有时候听到自己的小孩 跟爸爸许愿说我想要什么什么的玩具 就自己会有蛮有成就感的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原因的话是因为 就是现在劣质的那种塑胶玩具蛮盛行的 所以就是怕小孩暴露在塑化剂的危险之中 所以后来选择自己做玩具 除了平常的木工客制化商品外 邱昆琦希望能充实所学 因此在去年向知名饼铺的师傅学习做传统糕饼 虽然市面上临时越来越多元 但是邱昆琦表示能够传承糕饼的制作方法 又能结合木工实在是一举两得 就是冰冰霸最近就还斜杠的一个部分 就是去学习中式糕饼的制作 然后后来后续的话就是会去学习 向阿喜斯学习这个糕饼制作 然后也将木工的部分结合在糕饼上 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去雷雕 那个月饼的印章 然后把客人的客制化的文字跟logo 盖在阿喜斯的绿豆蓬上面 然后就变成一个客制化的月饼 过去因为不仅其的关系 让邱昆琦开始有了培养第二专长的想法 不仅成功跨足木工领域 制作小孩的专属玩具外 现在还当起高饼师傅 传承这项相当难得的手艺 基于自己的兴趣 以及努力坚持的精神 为他开创不同的人生道路 记者游家瑜桃园报道 卢竹区井心里为了要提升当地交通安全 同时打造绿化环境 里长发起井管添花活动 邀请里民们一起参加 要让井心里的居住品质大幅提升 绿化工程可以让社区环境更美好 同时还能让骑车经过的民众慢下来 位于卢竹区井心里的里长 为了要让居住品质更好 同时提升交通安全 于是发起井管添花的社区绿化活动 要让里民的生活空间全面提升 连福街是整个井心里最拥筛的路段 因为南店的员工上下班都是经由这边 那他每天的行驶都非常的快速 那引发我们这边有一个构想 就是来改造一下我们连福街的巷道 那借由井管添花 因为我井管添花的话是做低碳淋漓 改造之后很多行经这边路上的人 能放慢车速 连福街市井心里的主要干道 更是里民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但由于行经连福街的民众车速都不慢 导致这里车祸频繁 因此让居民都纷纷响应井管添花 希望透过社区绿化 要打造更安全的居住环境 主干道这个路段常常有车速过快 加上这个是一个老旧的社区 为了要活化整个社区 减轻交通事故 让所有的行车驾驶人能够放慢速度 在行车之余能够观赏到 整个路段的美化 然后能够美化整个绿化 也是绿化连福街 井心里这边的主干道 然后让行车的人能够放慢速度 近年来有许多社区都在进行环境绿化 期望透过绿化工程 要让老旧社区再次活络起来 同时也能提升当地发展 并让在地居民除了环境变好之外 还能让安全更升级 记者王中军桃园报道 我是桃园师远林郑贤 让桃园更好 打造桃园成为一个族情友善的城市 赴税金等的城市 健康安心的城市 成为美好的桃花园 是郑贤努力的目标 我们一起努力 让桃园更好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